嘿嘿 大家好 我是翼 歡迎大家回到這裏 今天繼續和大家試試Minecraft 1.9 Snapshot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15角度 一定要知道的Minecraft 1.9更新 你就會知道中界中的中界龍 在今次的更新會有很大的改變 之前也答應了大家 我們會進入中界 和大家去打中界龍 看看中界龍的AI 以及攻擊你的方式有什麼轉變 所以我們趁今次 在15w33b Snapshot 他在中界龍上做多了少少的東西 加多了少少的中界龍的功能 我想大家可能在物品欄已經看到少少的東西 這些這麼有趣的Lingering Potion 是什麼呢? 一邊看這條影片 大家就會知道這個Potion 因為我們在打中界龍的圖中 我們都會用 我已經準備好中界Portal 不如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跳進去 立即和大家試試Minecraft 1.9的中界龍 究竟會變成怎樣 我們跳進去 好 我們跳進去 首先第一件事很重要 先駁回主導 不然待會中界龍這樣打過來 也挺大 我現在馬上駁回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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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打進去 又是拜拜 應該都可以的 跳下來 然後接著 這裡應該又可以讓我們跳上去吧 可以 然後接著 一上來 都是原本中界的樣子 沒什麼特別 但是特別轉變的地方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一條影片 大家就會知道 剛才看到這些 中界水星都是沒什麼特別 都是原本的東西 但是在一些比較高的中界水星裡 可以看到 鐵欄圍住了的水星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 就是不可以就這樣一支箭射上去 要做的事 就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飛箭有用的樓梯 就這樣把它駁回上去 然後接著 就打好所有的東西 希望 不會讓它打下來 但是打下來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救命的方法 就是 我建議大家最好準備一個有輕型的鞋 我現在這個是一個輕型式的鞋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的話 也要預備一下去做一樣的事 不要碰到那些紫色的派對角 要不然就會受傷害 這些有什麼用呢 我們此前再跟大家解釋 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東西 我們就去搞定第二個項目 怎麼了 我又激怒了你嗎 沒有啊 他應該掛著被人燒 應該沒空理我 我估計應該是吧 然後就馬上去打第二個項目 希望他的中介龍不會過來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你走啊 我不喜歡你 你走啊 為什麼差一點點 OK 我不喜歡你 你走啊 還是那句 中介龍很可憐 每次都沒有太多人喜歡他 嘩 一個Dragon Breath 這個紫色派對角 一下子彈在這裡 他會打我 OK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 嘩 他這樣打我其實也挺大小 而且我們都要小心一點 不要讓他 打中多鑊 如果不然我們都會快死 我們只剩下兩顆心 現在先喝藥水 好 接著我們繼續去搞最後那兩個 應該都夠的 他不會打我的 你不要過來 還是那句 還是那句 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我叫的 不過你叫也沒有用 叫破喉 然後叫破喉 OK 所以 我們專心一點 去打中介龍算 我們打中介水晶 OK 第三顆 然後還有最後的第四顆 我們可以這樣嗎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我估計 我有些想冒險的心態 就是把他這樣搏出去 應該都OK 嘩 嘩 是沒有冒險的 總結 我們還是小心 洗得萬年 好了 再來 我們就這樣再搏多一點的樓梯 跳上去 我們現在就可以搞定 四個最麻煩的 以及在頂上被鐵欄圍住的 中介水晶 最重要的是 大木梯 我想大家打過中介龍 都應該知道 大木梯是最好的方法 不然待會你又把鵝巾弄出來 然後被人打過去 要再搏過去 又要浪費了 那些鵝巾 OK 好 接下來我們就搞定了 最麻煩的四個中介水晶 然後那些呢 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 就這樣 射過去 就可以搞定的一些水晶 不是很特別的 OK 搞定 然後我們下去 打最後那些 有輕型的鵝 都不要這樣做 OK 應該是OK的 然後再打最後那些 我們就可以正式和大家 介紹一下中介龍的戰鬥系統 打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 差一點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搞定了 所有中介龍的水晶 首先第一樣的 大家會看到的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個中介龍裡面 他會有空 會停在這個坡頭前面 停在這個坡頭前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他的屁股 用把劍 在那裡打他的油 那他就可以了 然後 如果你在飛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用一些最古惡的方法 那就是一下子打下去 然後 當然是會不會中的 通常 因為中介龍沒有記錯 他比平時飛得快很多 還有 他會有空噴一些火球 落地之後 他就會噴這些紫色的particle 他做的事情之後 就是用這些膠瓶 裝一裝 裝一些Dragon Breath 那些龍色出來 然後 我們就可以 拿到一些東西 可以拿出這個Potion 這個Lingering Potion 就是這樣用的 你看到 我們扔它出來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位置 會有一個Area 然後 你就可以這樣 拿了一點點力量的效果 就是你可以跟其他人 站在同一個Area 都可以用的 那就再拿多一點的龍色 應該都OK 我們可以多拿一點 OK 有7顆了 應該都OK 8顆了 然後 我們就可以拿這些龍色 回去 亦都有一些非常特別的用途 我們再打中介龍 不過其實 如果你懶改的方法 就是 慢慢等它來 慢慢等它 回到中間 去休息一下 我們就可以在屁股擠它 不過 不包補Minecraft 1.9之後 它也可以讓你這樣在屁股擠它 因為 應該它就會再加多一點 新的功能 不過暫時就是這堆東西 應該它這次坐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打死它 YEAH 搞定 我現在就可以這樣 很簡單地打死它 順便拿多一點點 Dragon Breath 這些龍之氣色 它有這麼多 不要浪費 反正都是 是否有Enderman 等一下 應該沒有 等一下 先吃東西補一補血 先打完中介龍 再死 很不值 OK 應該OK 接著 我現在可以再儲多一點點 這些 之後也應該是非常有用的東西 嘩 很多 我們還是小心點 不要太貪心 另外這些經驗食 抹回主世界 跟大家說一下龍色有什麼用 不過我想大家都應該大概猜到有什麼用 我們回去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 我跳 好啦 那這些龍色的Dragon Breath 有什麼用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釀造台上面 即是我們可以來做藥水用 首先我們做一個 我們平時都應該非常用到的治癒藥水 治癒藥水做的很簡單 我想大家都知道 首先用水瓶 加一個地獄油 將它變成一個奇怪的藥水 就是這個Aquad Potion 然後我們再加一個金蜜瓜 就可以製造一個最普通最普通的治癒藥水 要多一點時間 先讓它製造 好啦 首先第一件東西 我們拿了這個治癒藥水出來 然後這個龍色 首先要加一個Gun Powder 加一個火藥粉 讓它變成可以丟掉的藥水 這是一個進化 首先 由一個可以喝的藥水 變成一個可以丟掉的藥水 然後加上龍色之後 就可以變成可以丟掉而有AOE 即是有範圍的藥水 Minecraft的戰略系統 越來越多元化 OK 首先我們有丟掉藥水 然後我們丟掉了一個 Dragon Breath 這個龍色 也是一個瓶的龍色 可以製造三個 Spratch Potion 將它變成我們剛才說過的 Lingering Potion 就是我們剛才丟掉出來 一個範圍都會有效果的Lingering Potion 先讓它弄掉 OK 這樣你就會看到 突然間瓶頭 變成這樣 然後 然後我現在可以丟掉出來 然後 你會看到 在一個範圍裡 就會有效果 這個效果 就會大概持續 這個 不知幾秒 這個 因為是不知幾秒 因為這個是即時治癒 我現在只要踩進去之後 我現在就會很簡單的 可以拿到這個效果 這個就應該可以治癒效果 然後同樣也是 站在這個範圍 即是這個particle範圍 裡面的人 都可以享受到這個效果 不像 好像丟掉藥水 你來得越遠 效果越低 只要你站在這個範圍 裡面的任何一個地方 也可以做到型 還有一個非常棒的更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丟掉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particle 大家可以看到 效能完全沒有改變 這裡有少許多技術性的東西 大家應該看到這個效能 不停地丟掉出來 應該是之前的minecraft 應該是快死了 因為在這個新的snapshot 也改變了 會令這些particle 變成不是新的 不是entity 即是會整理你的機器 所以這樣丟掉出來 也可以很方便 看到不停地丟掉particle 也有些很棒的效果 也很期待 大家可以用這個東西 做出什麼 除了這個 有些snapshot的buck 水永遠都在面前 比較麻煩 但也沒什麼事 但最重要 我們就有一個新的lingering potion 和剛才一個非常刺激 去打中介龍的東西 我們在這個紅色的迷霧裡面 耶 我們慶祝一下我們剛才打贏了中介龍 又打敗了minecraft 今天大概差不多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非常有趣的中介龍 打去的機制和中介一些新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實戰經驗 搖擺大家實戰經驗 有根本就繼續放煙包括了 好的 我們來 ours次回到這尾 如果有再多 再些更多 Yeah